大家好 我是香港萬泥海景酒店 中餐廳滿福樓 行政總廚孫感性 我入廚三十年 我最擅長煮的是粵菜和海鮮 這次我們煮過龍蝦 叫金磅龍蝦 名字和耳頭都很好 對我們月初來說 預味著金磅提名 金磅龍蝦這道菜是由新加坡兩鴨菜演變出來 我用了粵菜的材料去改良過 除了乾蔥 蒜蓉 辣椒 蝦乾之外 我都會加少許椰汁 令龍蝦更有鮮味 包丁本作醬汁 令龍蝦開 這個放大剛好 修 Christ 沒有膠缺 ute 最重要的一個良點就是這道菜會跟一隻小炸饅頭 因為這個醬汁是很鮮味的 當我們吃完龍蝦 我們不要浪費了醬汁 把饅頭點進其他醬汁來吃 這是一流的享受 其實這隻龍蝦我們都是選用本地龍蝦 因為這隻龍蝦我們選用 因為開邊 開邊的話 我們龍蝦千萬不要太大隻 我們選用十兩至十二兩之間就夠了 因為它的肉質其實是綿滑的 最重要是開了邊之後 我們在酒油那一下 控制的油溫要控制得好 如果不是的話 它的肉就會容易乾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醬汁 我們下集中 我們下集中 ensemble一塊 開始 我們下集中 逐把